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喜事 2021年第一对小鸽子 朋友们看一下 两只小崽子 可能是昨天晚上出壳的 朋友们 猜一猜 这是什么有色的鸽子 朋友们看一看 能不能猜得出来 这些小鸽子出的还是非常健康的 这个旗带收的都是非常的好 这个旗带收的都是非常的好 像小耗子一样 你看 红红的 这是今年的第一对小鸽子 朋友们现在看到了 老鸽子了 是黄金甲出的 朋友们一看到那个小鸽子的样子 就应该知道是黄金甲了 他们是自由恋爱的 他今天选的一只雌鸽是这一只雌鸽 雨点插条 他选了它 那时候雌熊分棚 我这个雌鸽棚里留了几只雌鸽 没抓走 其中就有黄金甲雄鸽 这里面这么多的磁鸽 他没有和原队结婚 竟然选了这一语 雨点插条 既然他选择了它 我也没有强行的把它拆开 反正我也没用它来打比赛 只不过养几只黄金甲好看 玩一玩 我那天发了我的一只鸽子配对以后 有些朋友就在说了 诶 没看到你的黄金甲 今年你的黄金甲呢 没有配对吗 其实黄金甲也配对了 这一对小鸽子已经出来了 其中有一语 百分之百的是黄金甲 类语呢 现在就不得而知了 我的这一语黄金甲颜色还漂亮 他今年自由恋爱 配的是小花的哥哥 小花的哥哥是去年秋天 是打完我们潮湖俱乐部的所有比赛 他就下两颗蛋了 你看这个蛋还下得非常大 哇 这个蛋还很大的 下了两颗蛋已经下棋了 既然他们自己选择组合 我呢 也就随他了 还有一只黄金甲 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配对 另外呢 我还有一只黄金甲呢 送给朋友了 他在家配对了 也已经出了 有一只呢 百分之百的是黄金甲 今天我定于这个小鸽子 竟然是黄金甲 也许呢 这是一个好兆头 黄金甲是 是富贵天下的象征 也许 今天来给我带来额外的好意 但愿他今年秋天 少丢一点 多跪头一点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愿今天 看 至于小黄金甲的朋友 今年的秋季比赛 收获满满